百岁人医杨思彪医师26号病逝 上人缅怀感恩他对医疗及教育的奉献 我们的医疗开始要建设 从看土 从工程的一步一步的前进 那个时候的杨教授 从土 我们建设土 开始请教他 他就开始用心支持建议 一直到医疗启用 启用的那个时候 就开始感觉到人才要培养 所以筹划该互转 他也继续的支持 帮助工程完成 他还是义不容辞 就开始了陀路 当第一任的校长 这都是很令人感动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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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